22年9月以来单周上升最快 美元指数就是突然之间大幅度上升 美国降息两码 结果美元指数反而上升 而在它上升之后 雅币全部都倒了 而雅币里面倒得最厉害就是日本 而日本不但是因为美元指数上升贬值 还因为最近就是它的证据的关系 上次的美元指数上升 是因为9月份它出现非农就业人数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所以那个就让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 有了一个更强劲的一种想象 所以美元指数大升 那现在美国的情况 其实就看今天 不到两个月 那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中国道路能做什么事情来保护呢 这是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目前中国道路正在开一个中央常委会议 这个中央常委会议据说它要讨论 怎么样保护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所以可能会比上一次那一篮子政策 可能更强烈的政策会推出来 如果前三季的成长率是4.8%的话 那第四季呢 它要加到多少呢 它要加5.6% 对不对 要到5.6% 那以目前的这个力道来看的话 因为拜登已经上任了 发了8兆美元了 美国经济今天表现这么好 其实80%是他的功劳 就是他撒钱撒出来的 如果他愿意花钱的话 他真的就像台湾一样发消费券 假定每个人就发1万人民币 随便他们去花 我想消费 房地产市场崩溃了 他手上其实有房子 那个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 所以他根本没有流动资金在手上 现在连薪水都发不出去 那这个债务有多大呢 这个债务呢 最高的估计是大概到100亿人民币 所以金额是相当庞大 所以现在是那个火山还没有爆发 因为还没有到期 那你要必须要在这个火山爆发之前 就把这个拆掉了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拆 美元指数啊 新台币汇率啊 到底就是今年的剩下这些时间 然后到明年会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那还有为什么日元最近重贬得这么严重 日元重贬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元指数突然升高了 突然升高到103 而这个是多高呢 是22年9月以来单州上升最快 美元指数就是突然之间大幅度上升 美国降息两码 结果美元指数反而上升 而在上升之后呢 亚币全部都倒了 而亚币里面倒的最厉害就是日本 而日本不但是因为美元指数上升 因为最近就是它的证据的关系 我が住民主党そして共に連立政権を構成しております 有党公明党 有意な方々を多く失ったことは 痛恨の極みであります これを真摯に厳粛に受け止め 我が住民主党は 真相後から反省をし 生まれ変わ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政治と金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 国民の皆様方の疑念 不信 怒り これが払拭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 最大のもので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 認識をいたしてお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選挙前7議席を28議席に 4倍増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多くの皆さんにですね 私たちの対決より解決 政策本位の姿勢 また今回の選挙で掲げた 手取りを増やす経済政策に 評価をいただいた結果だ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が欲しいのはポストではなくて 選挙で約束した手取りを増やす 国民の懐を潤す経済政策の実現が欲しいんですよ 最近石破茂の首相 他的改選国会 碰到很多挫折 日援の貶持 主要就是この原因造成 現在石破茂要組成聯合政府了 他要拉一個小党 来跟他組聯合政府 但是在野党 他们也想組成一个聯合政府 目前在野党 能够控制的人数 比石破茂控制人数 好像多一点 所以生毛有可能 組合失敗 如果組合失敗的话 他就必須要辞職下台 因为他現在是表態说 他不要辞職 对 所以他这样努力 去争取到 一个可以过半数的 一个内閣 所以到时候日本的 日币的走势 可能就是要看他们 政局最后的走向是什么 对 如果他最后 组合成功了 政局稳定了 日元就可能 不会再扁了 那老师 美元的走势呢 大家最关注 因为牵动各国的货币 美元的走势 要看川普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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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认为 我们不认为 election outcomes 但我们 认为 我们认为 financial markets tend 要看 更多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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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is may affect financing condi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Africa uncertainty can also bring some slowdown in investments in the near term or the medium term and so those are all possible outcomes I think the key thing is for the macroeconomic framework to remain stable to address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for countries that may be facing debt issues to engage with their creditors early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mmon framewor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etups 上次的美元指数 上升 是因为 九月份 它出现 非农就业人数 除乎大家意料之外 所以那个呢 就让大家 对于美国的心系 有了一个 更强劲的一种想象 所以美元指数 大升 那现在呢 美国的情况 其实就看 美国的大选 其实它里面 牵动很多的变数 这很多的变数呢 可能 每一个变数 都会对美元 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最后呢 要把这些变数 加总在一起 来观察 才能够判断 到美元 会上升下降 OK 所以 China as I mentioned in my opening remarks we have a slight downward revision for its 2024 growth compared to our July projections to 4.8% and that's a revision that's coming largely due to a weaker second quarter of the year and that's weaker second quarter of the year is reflecting continued decline in confidence in the household and corporate sector and also the continued problems in the property sector in China 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of course is top priority to addres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we've seen a number of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announced since the end of last month first measure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measures announced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n some fiscal measures that were announced a few weeks ago 像IMF 發佈最新的 世界經濟展望的部分 就認為說 今年中國經濟的成長率 是4.8 明年只有4.5 跟他們上次的預測 是一樣的 可是這個數據 很明顯 就是沒有5 那因為中國大陸 一直說 今年的目標 就是保5 所以老師覺得 它今年保5的機率 大嗎 不到兩個月 那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中國大陸 能做什麼事情 來保5呢 這是大家都在問的問題 目前中國大陸 正在開一個 中央常委會議 這個中央常委會議 據說它要討論 怎麼樣保5的 一些相關的政策 所以可能會比 上一次 那個一籃子政策 可能更強烈的政策 會推出來 用那個更強烈的政策 推出來呢 如果真的可以 把消費拉起來 把投資拉起來 它就有可能 把第四季的成長率 往上拉高 如果前三季的成長率 是4.8%的話 第四季呢 它要加到多少呢 它要加5.6 對不對 要到5.6 那以目前的 這個力道來看的話 也許5.6 不是太難的事情 所以它也許為了這個 它的這個面子 它要決心保5的話 它有可能做到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一個 現實的問題 而是一個決心的問題 這些面子 我們的預測仍然是4.8% 在2024年 而下年是4.5% 因為我剛才IMF他說 其實中國大陸這個一籃子的政策 的確有它的效果 但是他們覺得說這個力道還是不夠 認為說它可能真的能夠 把整個內需消費帶上來 可能還是會欠缺一些火候 所以老師的看法 這是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如果照IMF的說法 如果是正確的話 那它這次的常委會議 如果真的就下了更大力量 去拉內需 拉消費的話 說不定它就拉起來了 所以即使連國際貨幣經濟會 它也沒有否認 它達不到保五的目標 它只是說還缺點力道而已 I mean, hopefully we can go back to 5% to 6% kind of a range in terms of the retail sales but in terms of the golden week holiday because those measures just announced how fast we can translate to the actual spending so the part we need to monitor so I guess for next year in particular towards the Chinese New Year that could be the moment of truth, right? we will try to assess how effective of those policy is to changing consumers' behavior to instill the confidence to the consumers so I think from now to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next year will be critical, critical window to monitor 所以老師剩這個應該是說 大概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有可能可以做得到嗎? 這麼短的時間會有效果嗎? 如果是非常強力的激勵措施的話 要拉起來零點幾個百分點 我覺得沒有那麼困難 像拜登他就直接把錢發給大家 最快 對啊 因為拜登已經上任 已經發了八兆美元了 美國經濟今天表現這麼好 其實百分之八十是他的功勞 就是他撒錢撒出來的 而且在這麼快速升息之下 還沒有經濟衰退 所以其實要說拜登的政策 是正確的嗎? 撒錢撒得蠻漂亮的 只能這樣說了 因為中國道路過去 也曾經為了救世撒錢 撒得不漂亮 留下很嚴重的後果 那拜登起碼他撒了八兆 他只是把美國的赤字拉高了 債務拉高了 但是整體經濟的表現不錯 所以他應該說撒錢 撒的手法很好 所以讓美國可以一方面升息 一方面經濟還能夠表現得很強勁 所以如果我們以結果論來講的話 他的分數應該是還不錯 如果你不管這個政府的市值的話 但是中國道路政府的市值並不高 所以他如果真的像拜登一樣 要花八兆美元去拉經濟 你說幾個百分點拉不起來呢? 他縱使砸這個錢 那他其實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除了內需之外 就是他的房地產 那這兩個用錢砸 可是他在失業率的部分有辦法救嗎? 是不是他最近的失業率的數據 其實也不太好? 前三季度低下失業率是5.1 是吧? 一季度是5.2 二季度5.0 三季度是5.2 總體是比較平穩的 三季度呢 就是比二季度要高一點 主要是受七月份 八月份 大學生畢業季的一些季節性的影響 他的失業率這個問題啊 有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跟出口有關 因為出口被壓縮了以後 跟出口相關的這些生產呢 就不需要這麼多工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習近平曾經打擊了 一大批的網路事業 像這個阿里巴巴啊 彈讯啊 他打擊網路事業 這些網路事業呢 正好是為年輕人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 還有補習業 他也打擊了 他把這些都打擊之後呢 這些行業的 這些從業人員呢 就失業了 這是另外一個 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 他的整個工業生產的情況呢 其實不像過去那麼興旺 所以這個呢 也會影響到他的就業情況 所以大陸的經濟的情況不好 外面的這個壓力不斷加大 的確會使他的這個失業情況 會很難以改善 但是這個有辦法解決嗎 其實當然一個根本的辦法就是 如果把內需拉起來了 再把房地產市場拉起來了 他的就業情況呢會改善很多 所以現在呢 關鍵之一就是房地產市場 所以還是要看他到底他決心撒錢的這個力道有多大 對 剛才我們說如果他願意花錢的話 他真的就像台灣一樣發消費券 假設每個人就發一萬人民幣 隨便他們去花 我想消費會馬上增加 而這個消費增加呢會立刻反映在他的這個經濟成長率上面 所以以塑效的方法來講 老師覺得消費券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消費券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其實在過去大陸用過一個類似消費券的方法 他現在也用了幾乎相同的手法 就是家電下鄉 他說家電下鄉那個政策呢非常成功 那個政策呢就讓這農村的這種家電消費大幅度增加 因而他帶動家電產業就蓬勃發展 所以那一次呢算是一個相當於消費券的效果 他最近也做了一些類似的 譬如說什麼以舊換新啊等等 但是效果好像沒有像以前那麼強大 過去他這樣做可能是他的經濟成長 尤其房地產各方面都還算蠻穩定的 而且他說農村農村那個時候呢 可能消費的能力偏低 而且呢農村大概一般家電產品很欠缺 所以當時用家電下鄉下去這個政策呢 他馬上就在農村有很強烈的反應 現在大概你要在這樣的方式 到農村去的話可能效果就不大了 而且最主要像老師過去講說 這是民眾所謂的預期心理跟信心的問題 他們現在就是信心不足 所以像老師剛剛說用消費券的方式 因為對我而言是沒有成本 我也不能把消費券換成現金 這樣的話就是強迫消費對不對 所以這樣會很明顯的 一定有辦法帶動 應該會見效就看你的金額有多大了 像拜登都說你知道發多少錢嗎 他直接發現金 他直接發 你知道發多少錢嗎 大概一個人可能發到兩萬台幣啊 而且我記得我們過去其實幾次消費券幾乎都是三千五千 對啊 其實那個時候對於國內的消費是有幫助的 應該有 但是三千五千的確不是什麼大數字吧 但是如果你一下就發了兩萬三萬 或者像人民幣一萬的話 其實等於五萬台幣 那個影響就比較大了 可是老師如果五萬台幣以他們現在的人口來講的話 所以要背的那個赤字很驚人 不是 他的政府市值不高 可是加了這個之後 13億人然後再乘以 13兆 13兆 老師還要再乘以五耶 對 13兆人民幣 對 然後就等於是 65兆 不是 對台灣來說很大 對他來說沒那麼大 所以老師建議覺得說 他或許可以一次發個一萬人民幣的消費券 對 然後不能換成現金也不能存起來 對 就是強迫消費 這樣其實一定都能夠達到 對 那個大概一兩個月之內就見像了 要保證必要的財政支出 加快支出進度 加大對經濟發展的積極的促進作用 要加力支持地方開展債務的自換 化解債務的風險 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實施有力度的降息 可是老師他地方債務其實還蠻嚴重的 他的地方政府的債務啊 他的原因跟房地產市場是有關聯的 我們已經討論過 就是當初像恒娜這些房地產商 他們跑到地方去 因為他不敢到一線城市 他跑到二 三線城市去 跟地方政府去勾結 勾結地方政府幫他們圈地 圈地之後就雙方合夥就蓋房子出售 而地方政府呢就為了這個就借了很多錢 所以地方政府就在那一次房地產這個大潮之下 就大肆借款 而那個借款呢就一直在膨脹 已經多少年了 已經十幾年的事情了 所以地方政府現在呢 他一旦發現房地產市場崩潰了 他手上其實有房子 那個房子已經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根本沒有流動資金在手上 現在連薪水都發不出去 那這個債務有多大呢 這個債務呢 最高的估計是大概到100億人民幣 所以金額是相當龐大 但100億人民幣呢 跟我們剛講那個13兆相比 還是還是 65兆台幣 100億人民幣 跟13兆比起來不算很了不起的事情 問題就是 他地方政府現在根本就還不了這個錢 他現在地方政府連薪水都發不出來了 他們說他們現在頂多就是能夠把這個 他過去這些負債的這個利息 能夠付出就不錯了 可是呢 因為他的這些債務呢 都是長期的 有的是10年有20年有30年 所以他現在在等 只要他沒有到期就沒有問題 他只要付期就好了 到期了再說 所以現在呢 是那個火山還沒有爆發 因為還沒有到期 那你要必要在這個火山爆發之前 就把這個拆掉了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 拆地方政府的這麼龐大的債務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既有一場不僅難以捉摸 傷害經濟 更是肌膚的隱形殺手 中天自由品牌 全校精華精華霜 對您抗老動靈 一起看完下面廣告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